Hello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Wood的變形金剛掌握時間 這是我們第132集的節目 那今天呢要來很鼓勵分享這款 Transformer Combiner Wars Deluxe Class的Suns Trigger OK,就是核心山系列第四波的太陽文或說飛毛腿啊 OK,那我們先帶大家來看看一個盒子的部分 盒子的話呢,裡面是有附在一本IDW的一個漫畫 那漫畫的封面這個飛毛腿的插圖 我個人是覺得畫的還挺好看的 OK,Sorry,Megatron,跌倒了 OK,那把它給站起來,真實的 OK,好,那,嗯,對,除了這個漫畫的一個插圖 個人是還挺喜歡的 然後上面的話有寫Combiner Wars 就合體戰爭嘛 然後這邊的話有飛毛腿它的一個車型態下的一個官圖 那這邊有寫Stuns Trigger 這邊的話有一個博派的一個Mark 那它是8歲以上熊熊來把它玩的 那這裡的話有Hasbro的標誌,底部的話 OK,就是如此這般 然後,側邊看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OK,給我做一個展示 那背面的話,這邊就一樣有個合體圖啦 然後我這邊有寫Suns Trigger嘛,對不對 所以,啊,Sorry,我把聽說稍微調高一點好了 Suns Trigger,然後這邊有它的一個英文介紹 這邊的話有就,便宜要推它,人事形態跟車形態的官圖 那,它需要12個步驟呢,才能變形完成 這邊的話有一個警告機 主機上的一個貼紙哦 好,那這邊有一個Hasbro的標誌 那,OK,因為它裡面本身有附在一個漫畫 所以呢,它的一個盒子是可以讓你這樣開的 就比較不會去傷害到盒子 這個,這個形式的,形態的一個 包裝方式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因為這樣開起來的話也比較不會傷害到盒子本身了哦 OK,就 就是這樣吧,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就有一個這樣,就它是有貼膠帶 然後你只要割開這裡,把這四塊還有什麼這塊 欸,不是啊,在這邊 這四塊都打,通通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漫畫啦什麼的 通通從裡面這樣抽出來 也比較不會傷到盒子 當然有時候你會不小心 拉太用力,這邊會被拉倒 不過沒有關係啦 OK,那這個盒子大概就是如此 就把我們盒子先給它清到一邊去哦 然後呢,我們把玩具本體給移進來 OK,這個就是今天的主角 Sunstricker飛貓腿,OK 好,那這個飛貓腿的話它是 我稍微調整一下 OK,它是 呃,之前 汽車合體的這個 BREAKDOWN,死路的一個 同模異色款 好 那它的一個配色當然這樣看就可以知道 是完全之不相同的 然後呢,頭雕也是有做一個更換 然後,當然一個是狂派,一個是博派的一個角色嘛 OK,這個派系就是完全相反 OK,那 給各位做一個展示好了 它的一個 嗯 就 身體的一個部分大概就是都長一樣了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頭雕的話就是有稍微做一個更換 然後 然後 配色上的話 各位想看 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是 原本的白色的地方就變成了這個 黃色的 OK 然後一些藍色的地方就改成了黑色 好 那我們 絲活可以先給它請到這邊去了 OK 好 那 嗯 玩具本身的話 當然除了 附帶本體以外 當然還是有附帶一個這個 人形態下的一個 完全 無意義的一個東西吧 就是 大體形態下的一個手掌或 腳掌 OK 好 那它還是有 附帶上去啦 當然每一個 特技戰DELUX的玩具都是有附帶 那 後面這個地方有一個背包 可是背包 如果它是整個填滿了 那就算了 就是說它是一個大背包 看習慣就好了 可是問題出在於 它這個 背包 這樣看是很大對不對 可是你從後面這樣看 整個是空過去的 這個就 實在是 就是這個樣子 那 它這個 這個 大體形態下的一個腳掌或雙 它這邊有個 洞 有個凸 這邊裡面有個洞 剛好就可以讓它這樣插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後面這個空洞給填滿 那 後面的話這邊就背了一個 抬起來好像是一個炮 對不對 然後這邊 弄起來讓它固定住 很像一個炮對不對 好 那在這個 都是上面 喝這裡面附在這個漫畫 這邊的話也有一個 就是這種 銀色這個 對像什麼炮之類的東西吧 它也是 油畫出來 所以 我們就給它這樣擺著吧 我也覺得這樣擺上去 至少跟它們看的還比較 比較 也比較OK一點 OK 好 那我們把鏡頭 稍微 給它拉近一點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一個 頭部 頭部的話 呃 頭部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就 就 就是 就是這樣子吧 沒有特別喜歡啦 然後 嗯 臉的話是有銀色的塗裝 眼睛的部分 呃 則是一個藍色的 對吧 藍色的一個塗裝 並不是同零件 兩側這個 這個地方有 黃色的塗裝 頭部的話是一個球型關節啦 360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這邊的話有一個很小的一個 歐羅巴斯的一個 馬克 然後這邊的話有紅色的塗裝啦 那可動部分的話 呃 基本上就跟那個 死火是完全之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 改變了 這邊一樣是有 偷膠了 偷膠當然還是不會省的 OK好 然後 武器的部分 基本上 就沒有做一個更換 這個武器也是同模異色的 那這次太陽文的這個武器的話是整個都是銀色的 那之前這個 Break down的話是 就下面這個刀 刀 刀子的這個部分才有 圖銀器 其他部分就是黑色的腳 OK 那我是比較喜歡 這個 呃 死火的 武器啦 因為整個銀色我是覺得有點 稍微有點 小奇怪 那你當然可以這樣就像一把槍嘛 那你也可以讓他掌握著就變成一把 刀 OK 一把 刀子 OK好 那 武器的部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然後 可動的話 腰啦什麼的這些都是可以做一個轉動 這邊的話就是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會 這樣子 因為他這邊或 你動的時候他會跟著推到 所以就變成 這樣 就玩一玩可能會腳這樣 歪掉或什麼的 OK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基本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 這款特別的鬆 就是很容易鬆 我這樣 嗯 跟之前的這個 死 死我 相比的話這個死我覺得壓的還比較裡面 就感覺好像比較比較難把它弄出來 OK這個死我用力壓比較 卡的比較緊我是怎麼認為啦 可是這個我用力壓之後輕輕一把還是會出來 用力壓 然後輕輕一把還是會出來 OK就是有點太鬆了 OK這個地方就 比較麻煩這個地方會滑動啦 這邊又會分開 OK所以這個把玩上是比較 令人不舒服 OK好 那大概就這樣接地的部分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整個是空的 OK 他就是靠車底這兩片的擾流液的部分 來做他的一個接地 OK那這個 死火啊 怎麼這麼容易跌倒呢 好 那大概人心態下來就是這樣吧 背包的話我不是建議各位 嗯還是把這個 這個 他底下的一個部件還是給他卡上去 因為我覺得 不卡卡卡 卡上去比沒有卡上去還要好看的 很多 OK好 那大概就這樣 當然 當然這個 武器的話你是可以讓他扣在這邊啦 給扣在這邊我都覺得非常愚蠢啦 就是感覺就是不配 OK就兩個字就是不配 OK好 那人心態下大概就這樣了 我們現在就要讓他一個變形過程 變形的話 基本上就跟 死火完全一模一樣 我們先把這個武器什麼的 通通給他移除掉 OK好 那我們要 嗯 先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是把他的 兩隻手呢 給他 翻上來 OK然後 頭的部分呢 我們要把它給轉180度之後 把這個 胸口這一片 調鬆開來 之後呢把兩面的手 整個都把它給這樣 扳下來 先不要扳到底 先扳成這樣 然後讓他這個可以動 之後我們把整個的把它給蓋到後面去 這個整個 折進來就兩個小 凸兩個小洞就口袋洗就對了 OK 這個地方 頭稍微擋到 就 自己做一個 調整 沒有卡好 沒有卡好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要做動作是把 他的腳這邊兩片 收進去之後 把腳流液收到後面去 然後呢 兩邊在那邊 凸對凹嘛 對不對 就卡在一起就對了 OK 好 然後再把這邊 拉上來 拉上來 另外一邊一樣拉上來 然後這邊再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 密合 OK好 然後這個地方 手剛剛教練 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不要先直接推到底 因為 推到底的話 你等一下還要再扣起來 再放回去 所以以前推成這樣 之後再把他整個壓下來 這個地方就 滑進去 OK 這邊一樣 滑進去這個凸的地方 OK 來做一個 密合 OK 然後這個 車頭部分在這邊 動 對 凸嗎 對不對 就扣住之後 再把這個 擋風波 以這塊放下來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 Sounds Tricker 飛鳥腿就變形完成了 這就是他一個車型 車型基本上 跟 跟這個 brake down是 完全一模一樣拉 就配色不一樣 OK 好 那我是覺得 車型比真心好看 的 很多啦 OK 那車型的一個 大小 給各位做個展示吧 大概 也就是 這麼一回事了 然後 整個的一個配色就是 黃色 OK 黃色的話是 塑膠原本的顏色 摸上去的話還是挺舒服的 挺光滑的 OK 不會 刮到你的 可愛的小手掌 不會啦 OK OK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引擎蓋上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 歐羅巴斯的一個 然後這邊的話有 銀色的塗裝啦 那 輪胎107也是算是挺漂亮的 那輪胎是前 前輪小後輪大 然後這邊有紅色的一個 塗裝車尾的話就完全 塗裝 直接 自動散除 OK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這找留意感覺還挺軟的 然後 當然還不是 他算不是軟膠 可是這個膠有點軟 感覺很脆弱就是了 然後 車窗的話就不是透明件了 他就是金屬藍的塗裝 這個叫什麼 後照鏡也是有做出來 然後底盤的話 就拳頭啦 看得到啦 然後 胸口這一帶看得到啦 腳看得到啦 OK 其他就 都 蓋起來還有這個地方 當不看得到 OK 那大概 底盤的話就是如此 這般了 然後 這個 大底下的一個部件的話 你可以拷在這邊啦 或者說這邊有兩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 等一下 這邊有一個 凸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洞 可以讓他扣上去 然後這邊呢有兩個 在這邊有兩個小凸 對應 手這邊 手掌這個地方 沒大進有 裝這邊兩個小洞 這樣子這樣 蓋下來 稍微扣一下 OK 這樣他就不會掉了 OK 好 你可以考慮讓他扣在這邊 OK 就是像 嗯 圖片上的這樣子的一個 擺放方式 OK 好 那 但 我個人不喜歡外掛啦 可是還是跟各位 這個展示啦 那這邊的話有兩個 呃 凹槽這邊 這個 墊這個 凸就可以這樣扣 玩具兩邊都可以扣 你就這樣稍微插進去吧 OK 這樣子的話 他的所有武器就 通通大家載上去了 其實 就就就只有兩個武器嘛 OK 還是建議各位都不扣 是最完美的 就最乾淨的一個車型 這兩個武器就 人形在做一個 實用吧 這個車型態下 還是建議各位 通通都不要查就對了 OK 這是我的一個看法啊 或許有些人覺得 方便就是 一面 搞混混弄丟什麼的 比較好收納 就通通上去 這樣也是可以啦 就省空間嘛 對不對 OK 好 可是一般做一個展示 我是覺得 還是不要 差比較 還是不要擺放武器上去 比較 好看一點 OK 那這兩個 這個 劍強 OK 跟這個 算是一個 炮吧 炮這類的武器 這個車型態下就擺旁邊看就OK了 那 車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那今天節目呢就請教你結束 那謝謝大家觀賞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